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缺乏您的详细信息 若将卧床视为体力虚弱 则可诊断您母亲为重病 重病表示热能严重不足 所以为了保命及治愈疾病 处理上应以外内热源为主 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符 建议您参考原始点医学第十一章重病处理 即先通过外内热源改善热能不足 再按推症状向对应之原始痛点 并以外热源温敷原始点 若按推无法立即改善 应按推换处痛点 除外热源温敷外 要加强内热源 多服用温热性食物及浓浆汤 必吃寒凉食物 来提升自我修复能力 我们来看他前面的问法 这里第一段他说 现已卧床插导尿管 一直是在医院遵循医生的药物治疗 那从这一句话来看 一直是在医院遵循医生的药物治疗 那到底是在医院 应该不是在家里 那如果医院这样要帮助患者比较难 因为会受西医他们的规范 那再来如果是在家里 那这样的患者以我的看法 即便是遵循医师交代的 要药物治疗 那从患者的这个卧病在床来看 就像我们志工提出的 应该就是属重病 那西药又很寒 这样对患者当然就不但没有帮助 甚至会让体质更寒 所以志工的建议非常好 就是一定要以加强外内热源配合按推 来帮他达到解症 可以这样试试看 那至于补充说明方面 志工也有提出应该要怎么处理 都回答得蛮相近 我就不再多说明 好 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